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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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同款 好看一下 李太遠同款喔 你猜得出來他多高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TJ又見面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街訪就是訪問現在路人穿搭 以及他們對於時尚的看法是什麼 好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 你今天會想要這樣穿嗎 就是我介紹一下我今天的單品 就是我今天戴的是黑色的堆堆帽 然後他戴這個堆堆帽 有個重點就是說 你不能說你就直接戴上去 你穿上去之後你要先往後面拉 然後再一層一層這樣子 再拉出來 好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今天為什麼會想要這樣穿嗎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 韓版套裝很流行 韓版套裝喔 前面看的話它是裙子 但其實它後面是褲子 對啊 是不是沒有發現 我覺得超方便的 因為我剛剛在路上看到它的時候 我其實是先看到它的裙子 不然後面原來是這樣的設計 好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你今天會想要這樣穿嗎 因為要去逛街 它需要拉一個層次出來的 不然會看起來太呆 我會看一下你的後面 就是它會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 它會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外套是有墊尖的黑色西裝外套 然後我覺得就是女生選外套有個重點很重要 就是說你不要買那種就是 穿了會看起來會塌塌的 看不出來你的身形的那種外套 像這種有墊尖就會看起來就是 會有那種直角尖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今天裡面就穿一件很簡單的黑色品頭內衣 對就是很舒服 然後我今天褲子的話是藍色的那種 牛仔工裝褲 今天穿的一個是Nike的Dunk 九紅色的 為什麼你會想喜歡這個顏色 就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蠻紅的嘛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買黑衣包 就不是想要跟人家太壯 然後九紅色就比較有個性一點 那我們介紹一下你今天這個包包嗎 這個包包是媽媽給我的生日禮物 媽媽給你的生日禮物 我也想要這種媽媽 我覺得這個包跟你平常搭配 你都會帶他出門嗎 對因為他就是黑色 然後最簡約最基本的款式 所以你就是你穿任何風格的衣服都很好搭配 他空間大嗎 你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啊 有點亂欸 對 他其實比較像是那種 對然後他有 他有是這種夾層 就是他可以放零錢的 對然後也可以放一些卡片啊這樣子 那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對於時尚的看法是什麼嗎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穿出自己的風格 對然後因為我覺得穿搭對一個人來講 就是可以體現出他一個個性 然後他當下的可能狀態 或是整個心情的感覺 對所以我覺得 時尚就是不是說去 可能跟別人穿一樣啊或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就這樣子表現出自己 可以跟我們留一下你的IG嗎 可以啊 帳號的話是 ZOEY 然後一個點 然後8979 你說一下你今天穿搭有什麼 小心思嗎 小心肌 我覺得就是這個褲裙欸 你覺得這個褲裙欸 因為你剛剛也沒有看出來 它是褲子啊 對所以就是它一個小心肌的一個地方 我剛剛在路上其實遠遠就有看到你這個包了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個包是 它是寶格力的 哇它是寶格力的 對那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它這個舌頭上面是白色補貝 嗯嗯嗯就是蠻 也不算稀有啊 就是珠寶裡面都會有見到的東西 只是它第一次就是用在包包上 通常是首飾啊或者是項鍊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你包包裡面的容量 容量是怎麼樣嗎 可以給觀眾看一下嗎 這樣 其實我覺得蠻大的 就是你看我放了手機 錢包鑰匙 衛生紙 看起來空間還有錯錯有遇 對對對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今天的鞋子嗎 鞋子 喔好啊 這個也是我在魔法衣櫥 在東區那邊一個實體店面 他們就是專門代購韓國正版的服裝跟鞋子 我今天這整套都是他們家的 今天這整套都是他們家的 對 然後喔 吃到小心機還有一個 你猜得出來它多高嗎 我們來猜一下齁 我潛猜 4公分 no no 5公分 5公分 不夠不夠 6公分 8公分 外面5公分然後裡面還有3公分 所以它其實就是隱藏 就裡面還有 它是一個隱藏便告的 對然後它總共就是增加8公分 8公分其實是我自己也看不出來 因為如果要穿8公分通常都是只有高跟鞋 才能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雙鞋子的確 而且滿漂亮的齁 對啊 整個很韓系 是不是快到夏天了 對那你覺得怎麼穿可以既清涼又可以又達到時尚的效果 清涼又時尚 時尚的話我不敢保證 但是有一個永遠不退流行的穿法 大招 大招 就是 因為我之前看過文章 他說其實男生最喜歡女生夏天的穿著 就是白T跟牛仔短褲而已 非常的簡單 又很乾淨的感覺 因為夏天嘛 你就是穿淺色系的 然後 牛仔短褲其實男生很喜歡 而且女生就不用擔心說 你身材就是腿會不會很粗啊 或怎麼樣 那篇報導研究是說 其實男生根本不會介意這麼多 你看 男生其實都不會看這麼多 大家都只是看 這個女生漂亮而已 男人就是這麼膚淺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對於時尚以及潮流的看法是什麼嗎 我覺得時尚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嘛 那 但是你在 追求流行尖端的時候 就是要 不害怕別人的眼光 就是穿出你自己的風格跟特色 有句話這麼說的啦 其實自信是來自於內在美 那你當你覺得你自己非常有自信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可以把所有衣服跟風格跟特色都展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內在是很重要的 只要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時尚的人 那我相信你不管穿什麼都會很時尚 重點就是要對自己有信心 其實不是你穿了什麼衣服 或者是背了多貴的包 或者是幾萬塊幾萬塊的東西 那都沒有關係 主要是你這個人呈現的氣質 以及你的自信心 能不能撐起這個衣服 沒錯 對 那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你的IG是多少嗎 CHIUN 點底線 比較細節或者是小心思的地方 小心思應該就包包吧 因為我這一套的話 就可能會比較中性一點 所以說這樣子比較搶眼的話 它可以比較一點就是女性的感覺 不會那麼中性 喔原來 我覺得你今天這個外套真的是蠻好看的 這個是在哪裡買的啊 我拿我媽的欸 喔你媽你媽的 我拿我媽的 我拿我媽的 哪有多一件可以給我嗎 可能沒有 可以看一下你的這個包嗎 包嗎 這個包包的話是也是跟媽媽拿的嗎 沒有這就不是跟媽媽拿的 這個是自己買的 對 我覺得它還蠻好的地方是說 它價格上很平易近人 所以就是 對 然後這個品牌也是 就是蠻大眾的 因為我身邊很多人都有這個牌子的包 對然後 它也是顏色有很多種 然後款式也很多 像這個的話 它可以兼杯 就是這個就拿掉 喔它可以手拿可以兼杯 嗯 現在蠻多包包都改成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樣很 就是還不錯 我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容量嗎 容量嗎 它大嗎 因為大家好像比較會care這一點 我覺得 我們看一下喔 對 那錢包 對如果再放個行衝也是放得下 喔 所以可以當女生的化妝包 或者是一些 化妝包嗎 因為我平常就是差不多 口紅蜜粉那些 就差不多這樣 但是我覺得 它容量對我來說算大了 所以我覺得這還不錯 我覺得它今天穿到蠻特別的地方是 雖然它今天是穿的 他自己覺得比較普通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染髮 它染的顏色配上它的穿著 我覺得是很match的一個地方 其實有時候穿著不一定要看衣服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它一些其他的小細節 能夠彰顯它的氣質 跟它的一些穿搭上面的想法 那可以問一下你對於時尚的看法是什麼 時尚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定的定義吧 就是穿出自己的風格我覺得就是一種時尚 好那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你的IG是多少 IG是TINGAN.YU 那我們等一下會請你做一個走秀的部分 想要麻煩你幫我們走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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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有一個走秀的部分 想要麻煩你幫我們走一下 OK嗎 OK 大家可以幫我們走個秀嗎 可以 OK 好那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你覺得在怎麼樣的穿搭可以顯得比較成熟 但你有氣質嗎 我覺得就是不要穿太多圖騰或是卡通圖案的 你可以穿一種比較素色一點的 就像我今天可能就穿就單純的黑色平口 然後牛仔褲這樣 那你剛剛是要去哪裡 怎麼會在台北這邊 去逛街 去逛街 那你自己一個人 對啊我自己一個人 你怎麼會自己一個人來台北逛街 現在誰會自己一個人來台北逛街 自己逛街很放鬆啊 是嗎 很放鬆就是不用在那邊等來等去什麼麻煩 那其實是因為是別人然後再自己一個人 你說其實沒有朋友 因為我自己一個電影 你會不會去 欸我還沒有自己看過電影 但我蠻想試看看 沒有你如果這樣試過你應該不會想跟人出來 為什麼 這樣很奇怪嗎 這樣太孤獨 這樣太孤獨了嗎 喔好啦 你為什麼會想接受我的衣服 就蠻酷的啊 沒有過這種街坊經驗蠻酷的 秋冬你覺得是可以怎麼穿的啊 在比較冷的時候 在比較冷的時候 我自己是很喜歡穿那種就是 就是你穿那種高領的衣服嗎 可是我會買短板的 那種比較貼身的 就是這樣你就不會說 冬天都看起來包很近 然後都沒有圖現身材的感覺 對 所以你覺得美式就是要圖現身材 當然啊 女生就是 身材又露啊 謝謝肉依的訪問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那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齁 就是你平常網購有什麼推薦的網站 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嗎 網購推薦的網站 完了 如果我回答不出來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一點比較幕後 所以沒有關係 我好像真的沒有網購的習慣欸 我都知道 你都是實體店妹嗎 對 那你覺得ZARA的衣服怎麼樣 喔 我就不錯啊 我有幾件外套也都是ZARA買的 喔 你都是在那邊買的嗎 嗯 那你剛剛本來是要去哪 怎麼會在台北這邊 喔 我剛剛跟朋友吃完飯 啊你朋友咧 就是各自回家啦 然後就對啊 又沒有抓到什麼 對 那你不會覺得這種街坊很突然嗎 很奇怪 嗯 我覺得不會欸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 講話的 快到夏天了 就是你覺得在哪裡買衣服 或者是穿什麼樣的風格 可以顯得比較成熟 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在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是 背心 掉膏 臉身洋裝 臉身 喔對 臉身洋裝 就是那種比較顯曲線的那一種 嗯 就是貼身 就是那個 對啊 很多現在不是都會有 直接就穿一件這樣 然後就出門 喔 嗯 女生洋裝的話 是你覺得會比較適合你嗎 喔不會 我不會穿 只是自己講 然後整個不會穿去拿著 沒有 因為你說比較 你剛剛說比較成熟 但我本來就不走成熟風格啊 可是你今天穿的也蠻 真的是蠻成熟女生的感覺 有嗎 也蠻lady的 這個擺著裙是可愛的吧 對啊 是蠻可愛 但是人的問題嘛 穿起來比較lady一點 喔對 對 你覺得在今年2023年的時候 有什麼風格 是你比較喜歡的嗎 Y2K Y2K嗎 可是我不會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那樣 就是 可以穿到那樣子 所以我就是看看 那你原本是要去哪裡 逛街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嗎 啊被我耽誤時間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之前有被採訪過嗎 有 上次去 時裝週的時候 結束 你有在家過時裝週 對 然後 呃 台北的 嗯 然後我就結束的時候 有被 有被 有被就是 就是 就是對 他就叫我等一下 被被什麼 被什麼 被留了一下 被留了什麼 留下來 留下來 留下來採訪 啊被誰採訪 也是做 對他們的工作人員 喔工作人員 啊他們問你什麼問題啊 他們問說 我看下來就是這次的秀 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套服裝 之類的這種 啊你有喜歡嗎 有有 是真的有喜歡 還是假喜歡 是真的有喜歡 這是個台北時裝週也看得到嗎 哈哈哈哈 他們知道你嗎 是真的是真的有喜歡 是真的喜歡嗎 只是那時候 因為這真的就是很臨時被採訪 那時候原本 就是想要留下來看 其他來參加秀的一些 比較時尚的穿搭 因為他們都離場嘛 就會 會經過會看到 就看一下他們穿搭 然後就被叫下來 所以 有點 太臨時 然後 會很少 他重點是比較喜歡 他重點是比較喜歡 台北時裝週的街坊 還是我們的街坊 欸那個沒叫他不能走 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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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喜歡嗎 你平常有在關注哪些 Youtube或者是IG的博主嗎 時尚教友 都會看時尚教友的頻道嗎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時尚跟穿搭 就看他們就對啦 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時尚教友的頻道喔 那 謝謝Hannah今天的訪問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